各位Vogue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见我是Roger 其实大家大概都知道我打造非常多 各个颁奖典礼上面 那个明星也好艺人也好 他们总红地毯的整体造型 在这边也想跟各位Vogue的读者 分享一下红地毯里面 到底有什么秘诀呢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先从化妆开始聊好了 譬如说在最近的一两年 裸妆当道 因为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肤质的话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把裸妆的精髓 发挥到淋漓尽致 那这个呢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可以展现出艺人的本身 在红地毯上面的一种亲和力 跟它实质的一种美丽 所以对于保养 对于裸妆的展现就越来越重要 第一件事情 我一定会先照顾好它的皮肤 所以如果能够用一个很温和的方法 先把这些角质去除之后 皮肤就会变得很光亮 然后呢它对后面的保养品 也比较好吸收 我一定会做这个步骤 在这个步骤之后呢 我可能就会寻求用纸面膜 就是大家知道纸面膜的敷脸 其实对皮肤的急救是很有用的 那所以我就会用非常有效的 全效的纸面膜 最好它也可以紧实提拉呀 美白呀保湿 都要能够依次到位 当然永远保湿是最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把保湿在这个时候 能够让皮肤喝饱水 能够让它在一个很有弹性的状况 跟健康的膚况的时候 你后面打粉底就可以比较轻松 而且粉底的持久度也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 感谢观看